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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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地部分防疫措施的差异 例如内地民众买退销药要实名制 本港就可以随处买到 担心有确诊者自行买退销药 造成个案走漏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明天将会 率团到深圳 和内地专家就通关 举行第二次对接会议 同行还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兆史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还有保安局、运防局等代表 消息说会议早早开始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说 通关初期属于小规模设配额制 据了解当局倾向只在 现在运作的口岸 即是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通关 港人回内地之后 只限广东省活动 当局倾向部分配额 指定给商务用途 剩下就不限制目的 原因是难以核实 意味可能包括旅游、探亲 和家庭团聚等等 先到先得 有消息早前说 每日名额大概一千个 有关处夸境家庭的组织 认为部分配额不分目的不合理 认为要预留部分配额作因数用途 他认为可以透过签署家人病危声明 甚至要求提交家人病历等证明 以便当局进行审核 无线电视记者先至报导 两地免检疫通关后 内地人有多少配额 来港回内地时免检疫 据了解两地仍然相讨中 由本港零售业界估计 对生意有一定帮助 但未必能够回复至到疫情前水平 现在身处广东省的非香港居民 可以经来港而豁免抵港检疫 不过再回到广东省 就需要集中隔离14日 再加7日的社区管理 在广州有当地市民说 如果两地可以免检疫通关 会考虑来香港旅游 大家有这么近 来回交通都比较好 所以如果是疫情过了之后 通关的话 有机会有兴趣都会过去的 去玩去吃东西也好 香港这么好玩 亦都有人说仍然担心疫情 初时未必会去住 感觉都是没有对大陆那边那么有信心 廣州很多东西都有 不一定要去那里 虽然说有可能会便宜一些 或者其他 但我又觉得也不是用得太多 省了一点也不一定要去 所以要过去 日本港零售业界说 如果免检疫通关初期 部分的配额给商务客 相信可以带动 铜锣湾尖沙咀一带 救密区的奢侈品生意 不过他相信短期之内 南义的国家 也不想去 但是如果不想去 以前去到那边买东西 可能会转来香港 不过他相信短期之内 南义的国家 难以回复疫情前的生意水平 业界普遍期望农历年前 内地可以同意进一步 扩大通关规模 加快复苏 无视电视记者吴森鱼报道 立法会半届选举下个月19日举行 据了解 政府倾向在三个边境口岸切投票站 比在内地的香港选民投票 三个切投票站的口岸 包括罗湖口岸 洛马州支站口岸 连航香园为口岸 到时在内地的港人选民要预先登记 投票之后马上截返内地 无需隔离检疫 当局强调安排属于一次性 消息指挑选这三个口岸 是考虑到面积比较大 也比较容易到达 接种首剂新冠疫苗的合资格人口达到七成 如果以全港人口计算是六成四 由专科医生认为 接种年龄进一步降低之后 有助提升接种率 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9个月 截至星期二 超过471万合资格的人接种了第一针 接种率达到七成 疫情以来 政府和专家对群体免疫的接种目标都变忍 随着变种病毒的出现 接种率目标也提高 起码打到接近9个多百分比 你才可以安全 甚至打了70%其实也不安全 30%的人 30%说的是200多万人是没有打 一样会有大爆发出现 所以开始说70%完全是一个不可靠的想法 如果以全港大约739万人计 接种率就只有大约六成四 有传染病专科医生认为 因为变种病毒是弱 社会应该坚持建立免疫苗屏障 未来科兴疫苗也可以降低到12岁 的小朋友都可以用到 我相信家长也会放心 如果未接种疫苗 或者不想接种复必泰 有部分的小朋友可能这个时候 就可以接种方向 所以我相信一定会至少有 几个百分点的一个增加 他又说市民可以向身边的长者 多些解释冬季有出现 第五波疫情的风险 和疫苗的安全性 鼓励他们接种 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軒不道 政府说下星期访港的 东京奥运国家代表团 会按检疫规例 为处理来港的困免检疫 国家为宴委列出的高及中风险地区 放港期间只会出席 经批准的行程 体育专员杨德强说 国家队在内地训练有严格管理 包括定期检测 放港期间也会进行闭环式管理 不会和市民有近距离的互动 政府再次就修订版权条例 展开为期三个月公众咨询 并以2014年修订草案为基础 建议豁免讽刺 模仿等 但就不包括翻唱作品 版权条例争议久前达15年 政府再度重启咨询 并且建基于7年前各自的 2014版权修订条例草案 涵盖当年已取得广泛共识的五大范畴 包括版权拥有人的作品 日后以任何方式 包括广播、电子、串流等的传播 都可以获得保护 将侵权行为列为刑事罪行 如果侵权者获释侵权后行为不合理 复制品获广泛流传 将会容许版权拥有人 在侵权案件中获额外赔偿 增定安全港条文 网上服务平台获告知 平台出现侵权行为之后 只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压止 例如是将作品下架 只需要承担有限的法律责任 新增多项豁免行为 包括戏房、讽刺、模仿、评论时事和图书馆 教育界网上售课等等 国家提出支持香港 发展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香港的版权制度 现时是已经落后于国际的发展形势 所以我们有需要急起直追 两者之间都要保护 不是一边的 即我不是说 逢使用者就大了 又或者是原创者就得到绝对的保护 那两者之间都是合理 对于当年有声音批评 条例没有清楚列明 什么是气访、讽刺 或者会容易令人误度法网 七年之后依然没有采纳意见 当局这样回应 不写明那个定义是一个最佳的做法 正常common sense的做法 不可能这么说 但如果真的有不同意的 要去诉讼 法庭就要看件事是怎样 通过案例去澄清那一件事 他会看回可能在字典上 为什么 当时的蜜落是什么情况之类 其实可能对保障更加好 条例也没有列明翻唱获豁免 当局就说需要视乎目的 纯粹是自己侵用了别人的作品去唱歌 然后公开放在网站上 其实技术上可能是一个侵犯 私人的经济权利 有很多很多cover version的歌都在发生 背后可能是摆拳的人是默许 不细之理 有藤华早前曾经说过 不排除在条文中引入港区国安法元素 经过研究之后 说现阶段看不到有相关需要 母亲电视机者刘俊玉报道 游者陣回来会报道 今年头十个月的电话骗案 较去年同期减少 但受害人被骗金额就增加 美国和中国、日本等六国 将会释放石油储备 联手压抑油价 回来新闻时间 今年头十个月的电话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但受害人被骗金额就增加 合共超过七亿 她的声音的语气都是很急切的 令到我觉得死了 她不是有什么事 因为始终曾经相识 打算帮她 她又不让她老婆知道 不断她说她的电话没有电 叫我抄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我自己用电话带来 叫我现在立刻到银行 于是就过了 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时有发生 任职餐厅的陈小姐 因为听到自以为熟悉的声音 在被对方不停催促下 被骗了大概九千元 警方说今年一次到十月 接获八百多宗电话骗案 较去年同期少一成六 但被骗总金额就超过七亿 多过去年全年 个案由最少一百元 去到二亿五千万不等 警方说主要手法仍然是两种 假冒内地官员和猜猜我是谁 为什么还有人中招呢 警方认为骗徒不再放长线钓大鱼 举个例子 例如有位女士早上去多剪头发 刚刚过天她打不够钱 发行司就跟她说 不要紧了你下次再给我 这个女士下午就收到一个骗徒电话 她第一个反应就以为对方是发行司 于是就说发行司我是不是欠你的钱 我怎么给你 这个骗徒就打死了随棍杖 就说不要紧 反正我都急着钱用 你借着几千元给我先 于是这个女士损失了几千元 警方亦都发现有诈骗集团招募特募 当事主受骗之后 陪同事主到找换店汇款回内地 今年截至10月 透过银行和找换店等等 成功拦截了1100万 拉了43人 警方说会加强找换店宣传 又建议市民收到声称朋友要求借钱的时候 首先要保持镇定 尝试其他方法 例如短讯联络同一人查证 无线电视机者善致报道 政府和贸法局合办首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香港未来会配合好国家十四五规划中 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的定位 着重发展医疗科技 施政报告提及将大力发展生命健康科技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辞 香港以往因为政治阻碍了多方面发展 但是中央大力支持下已经克服 他说2024年分阶段落成的港深创新科技园 将会设立生命健康创新科研中心 又打算扩展香港科技园和数码港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就说 抗疫上所用的科技并不足够 必须加强电子化 他又说政府会加大基建投资 包括发展医院和基层医疗系统 五本港疫情缓和 但内地上个月以来 多地出现境外输入Delta变种病毒 引发社区爆发 国家卫健委形容疫情严峻复杂 我们仍然要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防空策略不动摇 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马晓慧又说 在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 也会加深国际间的合作 及时主动向全球通报疫情信息 保鲜电视机者关可为报道 美国和中国 入布市场稳定的必要措施 并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保鲜电视记者朱少林报道 由社区费回报道 中美纪念买买外交五十周年 热户作家柏杨的圍商接受本台专访 讲为什么拒绝发行丑陋的中国人 回来新闻世界 先下一些中国新闻 中美兵业在美国休斯敦联合举办 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叛独 出席的中国驻美大使秦康表示 中美关系的大球仍然需要小球推动 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 两国乒乓球协会以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在美国休斯敦举办纪念活动 两国官员和代表趁这个机会切磋球技 增进有益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透过视像发言 形容外界不应该轻视任何外交举措 中国驻美大使秦康就说 中美人民从乒乓外交 修得到啟示 秦江表示50年過去 仲美關係處於新的十字路口 兩國關係這個大球仍然需要小球推動 說兩國元首一致同意 仲美雙方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 防止衝突 增進合作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 當年乒乓外交的參與者 美國球手霍夫洛斯特 在活動上獲頒乓外交貢獻獎 他說體育運動連繫人心 不應該滲入政治 1971年4月 中國邀請在日本名古屋 參加世界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北京 打破兩國二十多年來斷絕交往的局面 促成第二年2月 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 令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 無線電視記者楊潔儀報導 內地新冠病毒疫情好轉 但在北京 流感病例比去年同期上升近兩成 專家呼籲民眾接種流感疫苗 冬季是流行性感冒爆發的季節 北京市疾控中心通報 今個月中起 當地流感個案明顯增多 直至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已經有過萬人染病 比去年同期都大約一成七 當局提醒民眾防範新冠病毒的同時 亦都要防範流感 建議民眾在下個月底流感高峰期之前 注射流感疫苗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人民日報》撰文 說中國經濟今後要向高質量發展 不有平均主義提升經濟穩定性 文章以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為題 指出目前中國的生產約束增多 不能簡單以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 未來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 不搞殺負制貧、殺負制貧 避免落入福利主義 中國大企業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 主要依賴規模 未來要加強創新 同時要強化市場監管 以及反弄斷規制 防止資本無罪擴張 劉鶴重申 劉房是用泥鶴,不是炒賣 在台灣 以故作家柏洋的遺商張香華 拒絕柏洋的著作《醜陋的中國人》 編入台灣中學教科書教材 又說2024年之後 終會永久停止授權那本書發行 引發兩岸討論 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向張香華了解當中原因 《醜陋的中國人》1985年首次出版 收錄了柏洋訪問美國時 針對中國文化醜陋面 發表的演講廣告和文章以及外界的迴響和批評 有二手書店說仍不時有人購買 包括年輕讀者 這本書出來也是很暢銷 而且看來又會有共鳴 當年很少人敢這樣批評 他算是比較感言的 柏洋2008年去世 遺商張香華說 出版教科書的《農藤文化有意收錄醜陋的中國人》 到國文科課本入面 但他拒絕授權 說是因為蔡英文政府近年推動中文和歷史科教學去中國化 令他擔心由政治目的也扭曲拍揚的原意 因為我對這個政府不信任 我覺得說這個題目本身它是有傷害性的 還有一個呢 就是說當初他講的對象是年紀大的成熟的人 只有整個這個綜合文化 覺得我們有哪一些缺點 這樣子的對自己 希望我們的民族能夠成長 他說跟兩岸的出版社在2024年合約到期之後 不再授權出版的本書 一本書它有它的時效 現在你們要面對的是怎麼樣追求人類的文明 人類的進步 所以呢不必再講用這些什麼 就是說什麼像當文化啊 不講理啊 這已經不夠用了 我們要向前面看 農藤文化說原本計劃將有關雜文納入高中一年級 也就是香港中四課程 成為國民科教科書其中一篇課文 老信孔月記的參考資料裡面 說尊重張鄉華的決定 台灣採用一綱多本政策 教育部設定各學科的大綱 教科書就由各個出版社編寫 但要通過審查 以後就自行決定用哪個版本 無線電視著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 中國新聞看到這裡 我們轉看看其他消息 澳門在剛剛過去的周門 舉行格蘭披治大賽車 除了吸引不少人觀戰 也都帶動周邊商品 由著澳門記者黃偉芝帶大家看看 格蘭披治大賽車 是澳門體壇年度盛事 賽車場外每年都有不少專門售賣 賽車周邊商品的攤位 好像這些小型模型 我找了模型很久了 是已故的車王 車神可以說 鮮拿的拉花的頭盔 從我喜歡賽車的時候 其實就是看他開賽車開始 開F1開始去留意他 我們最吸引的是 1比5的頭盔和1比13的車仔 本身是超級跑車 除了模型 今年賽車場上更多了這隻貓 這裏是澳門首間以賽車為主題的咖啡店 店內結合了賽車和貓的元素 他又說未來計劃將品牌推廣至大灣區的城市 令到更多人透過咖啡 認識澳門獨有的賽車街道文化 延續對賽車的熱度和對澳門的情懷 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王偉知報道 看看財經消息 恆生指數收時報24,685點升33點 總成交超過1,373億 澳洲股市 倫敦富時100指數升12點 巴黎克指數跌5點 德國DEX指數跌79點 由射陣轉頭回來會報導 M家博物館以古代四大美人為題材的展品人氣爭議 中銀香港發行幾面鈔票 慶祝北京都傲 下個月1日公開發售 M家博物館展品再現爭議 一組以中國四大美人為題材的攝影作品 展現女性裸體 有視頻認為有醜化中國女性形象要求下減 M家暫時未有回應 這幅叫四美圖的攝影作品 是內地藝術家劉曾2004年的創作 四幅作品有多名女性拿露身體 這幅主角以女布造型登場 旁邊有一把方天玑 是否講述女布戲雕蟬的故事呢 內地有網站說 其餘三幅就以貴妃出獄 超軍出賽和西斯碗沙做題材 四美圖的展覽還有其他拿露作品 訪門寫明兒童畢業 有市民到政府總部請願 認為作品侮辱中國女性 要求M家博物館道歉和下架 舉例說黃超軍 因為他為了自己的國家 他要出征去和番 要去隔壁一些藩幫 這樣都是歷代的歷史 我又覺得 如果你用一個展覽的角度 去用這些藝術品 你做到塑造可以美麗一些 你不用塑造到的樣子 木酸各樣 還有太過腦骨 我沒有進去看過 但他剪出來的東西 我們在相片裡全部看完 官方也有提供語音導航 但現場工作人員說 只涵蓋33件作品 其他作品如果想知道更多 就要自己去觀望看 在四尾圖的展覽廳裡 以至M家博物館網站 都沒有文字詳細介紹作品 網站只是列出四尾圖 是稀黑捐贈的藏品 我也覺得他可以解釋得多一些 可能只有我們看到唐朝 但他知道可能是楊貴妃 其他就不知道 我覺得是觀眾的拓展培養 第一眼可能不明白 可能來多一些 因為他適合開 我想他繼續的發展 他都會越來越多 網上有其他的英文網站 說作者是想打破四大美人的傳統印象 虛化中國文化裡面 歷史和現實的界線 西國文化區主席唐英年早前說 希望市民和入場人士 以多元包容角度 欣賞M家戰品 無線電視記者列入坤報導 中銀香港發行200萬張紀念鈔票 慶祝北京主辦2022年冬奧 下個月1日至10日接受認救 200萬張北京冬奧紀念鈔票 面值港幣20元 主色調是藍色 用唐詩天涯共此時為設計理念 正面横向印有北京冬奧會輝 中銀香港大廈和紫荊花圖案 並且用冰雪圖案信託 背面是寂福方式展示 中間是一個冰雪運動員 背景是萬里長城和維港的展影 紀念鈔票分為單抄、四年章和35年章 每套由138元至1388元 另外有200套慈善珍藏版 將會用鏡頭方式發售 年滿18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可以在下個月1日至10日期間 透過網上或去到分行申請營救 每人最多營救五套單抄、一套四年章和一套35年章 結果在12月21日公布 成功申請者在下年1月3日或之前 需要繳付全部款項 1月22日起到指定分行領取 中銀說領取紀念鈔票期間 將會加開星期日營業時間 領取期間就是剛剛新年的前後 也是香港銀行分行最忙碌的時候 所以也是一個很專門的安排 大概三至四個星期 是可以完成整個領取的一個安排 中銀香港又說紀念鈔的收益 將會全數捐贈作本地公益慈善用途 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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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首個政府公眾停車場 自動泊車系統明天啟用 提供78個一般私家車的泊車位 時租24元月租大約3,000元 車位不足困擾不少車主 這個位於荃灣海盛路和海各街交界的停車場 就向高空發展 將30個車位分成6座 並且氣高兩層變成78個 而這個也是全港首個政府自動泊車系統 要泊車就要先拿一張指定車位的持卡 車主就要先下車泊卡 系統會自動打開安全閘 被私家車駛入 泊好車之後再泊卡 系統就會將車送到指定的車位 而要拿車也只需要泊卡 等大約3分鐘 系統可以左右上下移動 將車送到不同的位置 但每次只可容許一架車上落 如果多人泊車拿車就要耐心等候 萬一系統故障又怎麽算 這跟升降機一樣 因為如果有任何的故障 都不建議普通市民去動它 都是打電話給電梯公司來處理 都跟普通人的升降機一樣 他們會派人來 就算沒有電 都可以鬆了一個煞車 然後慢慢把車用人手降下來 運輸署說這個新穎的自動泊車系統 建造費用全部都是由營運商承擔 按照市場價格 估計每個車位幾十萬 即78個車位就要幾千萬 那營運商能否追回成本呢 整個財務安排都是營運商的 定的價錢亦由它定 傳統的車場好像是三千一元每個月 月租 而這裏的自動泊車系統 第一層、第二層和第三層 都有些少不同的價錢 越高越便宜 車主使用自動泊車系統就要留意 由於空間有限 車限5.2米長、2.2米闊 高2米、重2.5公噸 說市面九成九的私家車都適用 但是過大亦都可以停在地面 大約百多個的一般車位 乘港鐵都有說請勿超越黃線 這個自動泊車系統都一樣 如果越過集前的這條黃線 整個自動泊車系統就會停下 需要停車場的人員重新啟動 才能夠運作 無線事記者在劉俊玉報導 美國邀請台灣代表參與 下月召開的民主峰會 北京當局表明堅決反對 優惑民進黨以未謀讀不會得逞 美國將會在下個月9日至10日 以視像形式舉行民主峰會 主題包括打擊貪腐 對抗威權 促進人權發展等等 美國國務院公開邀請名單 列出110個國家和地區 邀請名單出現台灣 但就不包括中國大陸 越南和俄羅斯 在北京 國台班強調 美國網站的涉台稱為是錯誤 民進黨當局以美謀讀不會得逞 我們堅決反對美國和中國台灣地區 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敦促美方切實地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外交部就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堅決反對 美方邀請台灣出席所謂的民主峰會 外交部又說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 美方利用所謂民主去推進地緣戰略目標 打壓其他國家和分裂世界 再現冷戰思維會受到國際有識之事的質疑和反對 武仙電視記者朱少林報道 正翻新的英國倫敦大笨中 將會在年尾之前拆除中面棚架 翻新工程持續了三年半 工程人員在星期一開始拆除中面棚架 過程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可以趕及在隨即以新面貌迎接新年 香港網球代表王康儀在埃及六站ITF職業巡迴賽 一共贏得四項女商冠軍 王康儀在頭四站和張偉媛四次殺任女商決賽 其中三站獲得冠軍 最後一站改搭羅馬尼亞球手同樣奪冠而回 個人一共獲得四站冠軍 聯同胡可呈和五萬營 一眾女將已經轉戰特尼斯 準備出戰另一項一萬五千美元巡迴賽 好